心地无乱 自信定 师父今天给大家首先讲 住心关静 住心关静就是 把自己的心要守住 看看自己干净不干净 因为我们的心会不干净 怎么会不干净的呢 因为它经常沾染到六尘 所以必须要经常看 这就叫关 如果自己看到自己 身上有不好的东西 就要马上去除 这叫关静 关静就是把它弄干净 把它清扫一下 心地无乱 自信定 心地从来不乱 这个人就稳渣渣的 你去问他 这个事情怎么做 他马上就 哇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他永远定得下来 他不会乱的 哎呀 我心乱啊 有的弟子就是 一天到晚心乱 哎呀 他一天到晚这样 哎呀 我应该怎么办 你乱了 你就没有定力了 你没有定力了 你就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 你就傻了 傻了 你就被别人看不起了 心要定得下来 天 天塌不下来 学佛法 我们要分三步走 首先是 立人 就是把你的人做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学佛法要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做人要像个人 就叫立人 学佛法的基础 就是立人 把人先立正了 立起来 不要在人道里 做得像个畜生一样 做得像鬼一样 所以师父 不喜欢看见徒弟讲话 摇耳朵 摇耳朵讲的 都是那些 见不得人的话 有什么话 可以摇耳朵的 当着人家面摇耳朵 就是不尊重人家 人家看到你在摇耳朵 以为你在讲他呢 你就是没礼貌的人 没修养的人 如果人家说 哎哟 卢台长 菩萨来了 然后师父跟人家摇耳朵 边上的人看了 像什么样子 学佛 人成及佛成 先要把人做得像个人 然后第二步 要做善人 善人就是帮助人家的人 帮助人家才叫善良 善良的人才会帮助别人 善良的人才会度众 实际上 我刚才讲的这两点 已经够了 一个就是 学大乘佛法 用白话佛法讲 就是做善人 帮助人家的人 才成为善人 只知道自己从来不帮助人家的人 就没有善 他就是做自己的人 当然 很多人连人都做得不像 那就利不了人 所以不能利人 就不能成为善人 第三步 要用戒定慧 来克服自己的贪嗔吃 戒能克服贪 有贪心 必须守戒 比如 这个东西 不该我拿 我就不拿 我守戒了 我就戒掉贪心了 哎呦 这东西好得不得了 人家都去拿了 我要守戒 我不去贪 这贪嗔吃 实际上 就是用戒定慧 来去除的 定能去除称 如果你有定力了 你就不会去恨人家 你就能定得住自己 你觉得 我没有必要去恨他 你觉得 我没有必要 跟他去发脾气 我没有必要 会能去除痴 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 他的鱼痴就没有了 因为他明白了 他就不会去乱想了 鱼痴就是乱想 比如说 周阿姨想 哎呀 我能活一百二十岁多号啊 这就叫鱼痴 我不要活一百二十岁 我随缘 我早走晚走 都是上天 我放得下 这才叫 真正的智慧 所有有智慧的人 能够克服鱼痴 鱼痴 是阻碍你前进的 绊脚石 用现代的白话讲 就是想不到的去想 做不到的去做 这叫 持心妄想 为什么 想不到的事情 要去想呢 比如 明天早上 有三千万的彩票 你们知道 有多少人晚上 觉不睡 想去买彩票 真是发痴啊 他们有智慧吗 而有智慧的人会想 这种 中彩票的概率 实在太小了 我用买彩票的钱 还不如买份报纸看看 心里充足一点 或买个早点 还吃得开开心心 至少这点钱 我用得实实在在 买彩票 简直就是空的 只有没有智慧的人 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称他们为 冒险家 如果你冒险成功了 你就成功了 如果冒险失败了 你就完蛋了 什么是因果 师父讲给你们听 你们的行为要减点 不能犯错 不能做错事情 否则会有恶报 因为你种下一个因 就一定会有夜报 这就叫因果 什么叫轮回 白话讲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给我们教训 这是师父讲的 道理很简单 比如 很多人做错事情 不接受教训 下一次又做错 又闯祸了 那他就又接受教训了 这就是轮回啊 比如 嫁了一个坏男人 嫁错了 再嫁一个 又嫁错了 再嫁一个 这不叫轮回吗 这就是报应 我们做错事情 给自己教训 不就是你的轮回吗 学佛要悟到底 一定要明白到底 要彻悟 开悟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开始 有一点点觉悟 什么是彻悟 就是我彻底明白了 我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 所以彻悟的人 是什么都能放得下 而悟性不够的人 是什么都放不下 比如 他今天觉得 哎呀 这个事情 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但是 而且 可能 他又抓起来了 他又放不下了 犹如 我们在人间 你认为 重要的事情 其实 我不认为重要 比如 彻悟的人 就是说 对世界上 什么东西 都放得下 那么 怎么放得下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给你们听听 什么叫放得下 人家急冲冲 跑过来说 不得了了 出事了 因为 是他发生的事情 而你自己 没有感觉 对他来讲 很重要 但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重要的 如果你当时 没有这种感受 你就是放得下 我是从 另外一个观点 来分析 这个事情 不是叫你们 不要去关心人家 而是指 什么叫彻悟 庙里那些 真正放得下的人 如果你跑过去 师父啊 我们家出大事情了 放下万元吧 开悟一点吧 阿弥陀佛 因为 不是他的事情 他当然放得下 但是 他放得下 他就能成佛 因为他知道 人间的一切 都是假的 而你们 认为都是真的 所以你们说 出大事情了 但再大的事情 对他来讲 没有事情 这样 才能放得下 当然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怎样帮助人家 是另外一个概念 我现在 我现在 只是帮助你们 让你们怎么样 先放下万元 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不重要 实际上 就什么事情 都没有了 想想看 如果我们有一件事情 做错了 急得不得了 身体击垮了 不就是 认为这件事情 重要得不得了吗 实际上 师父就是 叫你们做人 要懂得放下 就是说 自己不要把这个包袱 背在身上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 一个故事吗 一个老和尚要过河 但老和尚走不动 小和尚又太小 最后 一个中年女子 把老和尚背过河了 老和尚对女子说 谢谢 阿弥陀佛 就继续上山了 而这个小和尚 却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过了一会儿跑去 跟老和尚说 师父啊 他当时背你 你开心吗 有什么感觉吗 老和尚说 他把我放下了 我把他放下了 你却把他背上了 就是说 你思想上 背上了他 人家没有事情 是你想到这个事情 你反而把这个事情 当作你心上 沉重的负担 背上了 人家没有这个想法 是你想出来的 不是你在背包袱吗 你们好好想想 菩萨真的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每一句理论都对我们人间受用 如果真的能做到菩萨的人 就是做得最好最好的人 最好最好的人用白话讲 实际上就是菩萨 做人做的 能够让百万人 千万人都能够对你好 你不就是菩萨吗 你们行吗 自私自利 你们能抛得开自己吗 师父举个例子 师父现在 有个二十四K的金块 上面有四个字 一切接空 接下来我说 送给你们哪一位徒弟 你们都会想 你们接空了吗 你们以为 这块金子上的 一切接空 是个牌子 实际上 就是叫你们 一切接空 就是什么都是空的了 如果你们把这块金子 当成是食物 我要我要的墙 那你们就 根本没有理解 这四个字的含义 一切接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 师父说 把这个东西给你们 谁要啊 谁都应该不要 因为本来就是空的 我根本不要 我要它干嘛 这才叫 领悟佛法的真谛 这才叫彻悟 自己嘴巴说 我什么都想开了 一切接空的 哎哟哟 这块金子我要 这不叫彻悟 师父心中 现有几句祭语 送给众弟子 物性本自然 迷惑在人间 若能真彻悟 万物极为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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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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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